好了来收了开始学习了 这块说的是税收法律关系呀 那咱们到底是怎么产生怎么变更怎么消灭的 这个东西呢考试的时候啊考的概率极低极低 所以这呢听懂了解就可以了 不用背不用记没有什么要深究的 税收法律关系请问各位同学 如果没有税法哪有税收法律关系呀 是不是所以咱们说税法必须得摆在那 有了这本税法好 它是我们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一个叫前提条件 所以必须得有税法 它是前提条件 那么我再问大家想一个问题 有了一个税法 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每天啥也不干 我也不工作 我也不赚钱 我就在家待着不吃不喝 那请问各位同学 我在我看来 在我身上有没有什么税收法律关系 我跟税务局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有什么瓜葛吗 好像也并没有 所以有了税法 是不是就一定产生税收法律关系呢 咱说也不一定 对吧 有了税法摆在那 我必须老陈去开了个包子铺 经营赚钱 取得了所得 卖了包子 这个时候咱们才要去给税务局交税 所以这儿 这个叫做税收法律事实 有了我们税法存在的这个前提条件之后啊 我们必须得干一些事 这个就叫做税收法律事实 我们干了这些事才能够引起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 比如说老陈开包子铺卖包子 产生了纳税义务 产生了税收法律关系 老陈呢 因为是小规模纳税人 却享受了免税政策 这个时候发生了变更了 享受节免税 税收法律关系发生变更了 好了 老陈开包子铺倒闭了 卷扑个角回家不干了 注销了 那这个时候还用交税吗 不用再交税了 税收法律关系消灭了 所以你会发现啊 有了税法是前提条件 然后呢 税收法律事实 我们必须要发生 才能够产生税收法律关系 所以这块呢 能不能听懂各位同学 如果没问题的 评论区给我扣一个4 好吗 有天说消费税 对的 消费税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我必须得生产出来了一个消费品 或者我从过来 国外进口了一个消费品 那您才得交消费税 好 下面 税收法律关系的保护 更不重要的 了解即可 首先啊 我们说税收法律关系里边 对于这个双方啊 我们说是平等的 我们税务局 我们当然要保护 纳税人的权利呀 我们也得保护 所以我们说啊 税收法律关系的保护 对于这双方来说是平等的 两方都要保护 怎么保护呢 这是关键问题 比如说 我举一个例子 我说 税收法律关系说了 我们纳税人呢 如果跟税务机关之间 产生了一些纠纷 好 我们纳税人可以 有权利去申请税务行政复役 哎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对于我们纳税人这一方的保护 所以你看 举例子 例如 行政法当中 规定了我们有权利申请税务行政复役 税务行政诉讼 这是我们纳税人的保护 好 再举个例子 反过来 我们说 这个纳税人不交税 然后你处罚他 他质纳金 税款 罚款 一概不交 这个时候 大家想一想 那个受欺负的那一方 可是谁啊 谁欠钱 谁就是大爷 对吧 那你说这个纳税人这种情况啊 税务机关是那个受欺负那一方 税务机关可怜巴巴的说了 哎 你赶紧把税交给我吧 你赶紧把这个罚款交给我吧 好 不交怎么办 不交 关监狱 所以叫不交 你就得有刑事处罚 这是在刑法里面规定的 各位同学 那你想想 这个是 也是说 对于我们这个税收法律关系的保护 只不过 它是保护税务机关 所以这儿能听懂就可以 没有什么特别 要大家记忆的 没有 好了 这是税收法律关系的保护 再来 税法跟其他法律关系 到底有什么关系 其他 就是 除了税法之外 我们国家还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法 那么 各种各样的法 我们国家有一部叫做根本大法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 宪法是我们国家里不根本大法 税法跟宪法什么关系 我告诉大家 宪法里边有一句话 这句话 是我们可以制定税法 并且可以向老百姓收税 并且老百姓必须依法纳税 他在宪法里边有一句话 这句话是他们的法律依据 这句话怎么说的 请各位同学跟我复述一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有依法纳税的义务 好了 这句话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 这句话在我们的宪法里边 所以这句话呢 这句话呢 其实是我们制定税法 跟老百姓收税 老百姓依法纳税 他的一个最原始的法律依据 第二种法律关系 税法跟民法 税法跟民法之间 大家知道什么叫民法吗 来 评论区告诉我啊 你们有没有人应该是学过经济法的 对不对 中级有没有人学过 中级经济法里告诉我什么叫民法 比如说举个例子 合同法 是民法 我们现在有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点 那个就是我们把民法做了一个汇编 那是民法里边的基本法 对不对 好了 合同法是司法 没错 然后举个例子 比如典型的合同法 好了 税法跟我们的民法到底有什么关系 来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税法里面有一块说你这个增值税呀 如果采用了这种销售方式叫做分期收款的销售方式 就说我卖了你一个东西 你分几期把这个款给我 这叫分期收款的销售方式 在我们增值税里面 纳税义务产生的时间是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 各位同学税法里面明确规定了说是合同约定 那我请问什么叫做合同 什么叫做合同约定 税法里写了没有 没写 税法里没写 我们找谁去 找民法里边的关系去 所以这就是税法 它有一些东西啊 它是会参考民法的 明白了吗 所以比如说 有一些什么销售行为是否发生啊 参考民法 合同什么时候定立的 合同约定又是什么 参考民法 再比如有一些什么房地产啊 咱们国家房地产是以那个登记为要件的 全署转移是否生效啊 看做没做房地产全署登记 所以这种情况下房地产的全署转移啊等等 我们都是参考民法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啊 我们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这个企业 每天赚非常非常多的钱 但是呢 好 你呢 跟你的这个家里的亲戚说 你看我这个企业啊 每天赚这么多钱 然后呢 导致我税付这么高 这样吧 我跟你这个亲戚签一个合同 我每天呢 每个月给你付一大笔钱 说咨询费 服务费等等 把咱们这个企业给做的亏损 或者是不亏不赚 哎 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企业就不用交税了 各位同学 你想想 虽然你跟你家那个亲戚签了个合同 受民法管辖 但是你觉得啊 这事对不对 你告诉我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不对 因为他违反了税法 对不对 你是通过跟你家亲戚签了个合同的情况下 然后你把你利润都转走了 虚增了成本 虚增了费用 那显然不对 您是在逃避纳税义务 这叫偷税罪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当然了 按照税法的原则 税务局要过来处罚你 要过来查你的账 要罚你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以税法为准 所以这儿大家了解即可 上面这个区别呢 也是简单了解啊 民法是平等跟平等主体之间的 而税法是国家跟纳税人之间的 民法咱们说的是双方必须平等 而税法呢 采用的是一些强制性的特点 采用的更多的是命令和服从的方法 去制定税法 什么叫命令和服从 我来告诉大家 有一个词 这个词叫应当 我告诉你各位同学 我们今后在学习税法的过程当中 你经常会看到这个词 看到了应当在税法里面 各位同学告诉我 翻译一下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着必须 人家为什么说应当 人家那是客气 对吧 但是所以说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必须 你要不这么做 我就得罚你 这叫什么 命令 你必须得服从 所以这是税法与民法的关系 再来税法跟我们的刑法 那就很简单了 你违反了税法 严重到一定程度了 那就到了刑事犯罪了 对吧 看情节轻重来 你必须得严重到一定程度 才给你关监狱 你要是轻微的 比如说这个 忘了交税了 少交了20块钱 这东西不至于关监狱 所以这是税法跟刑法的关系 后面税法跟行政法的关系 行政法呀 是我们公法 因为行政法 它的一方呢 是国家机关 那我来问问大家 同学们 你想想 税法它本身 属不属于行政法当中的一种 想想这个问题 税法属不属于 你想 税法它的主体 一方肯定是税务机关 所以它的一方也是 国家机关 所以税法 其实它是属于行政法当中 非常专业的一块 所以说税法 它具有行政法的一般的特性 那么争议解决方式 比如说咱们前面讲了好几次了 税务行政复议 税务行政诉讼 他们基本上程序参照的 都是行政法的程序 但是税法有一个特点 是一般的行政法所不具备的 税法它具有一个特点 经济利益由纳税人向国家 无偿单方面转移 只有从纳税人交给国家 没有说从国家交给纳税人税 这么一说的 所以叫单方面转移的特性 这个是一般经济法 都是没有的 所以这就是最后一个 税法跟行政法的区别 好了 这块能听懂就OK了 没有什么要背的 也没有什么要记的 能懂就行 好吗 各位同学 有没有问题 如果能听懂 咱们就OK了 这块没问题的 给我评论区打一个五 好 没有什么要背的 来 能听懂了就可以了 来 后面第二件事 税法原则 这儿呢 我告诉大家 有没有要背的 有要背的 税法原则里边 首先第一件事 税法原则到底有哪几项 我先告诉大家 四项基本原则 六项适用原则 四基六事 一共十项原则 名字需要大家给我背下来 好了 这你们的这个背诵的负担 背记的负担 其实已经挺重了 在名字背下来的基础之上 名字在哪 名字在 这 这 这 所以各位同学 名字是在这个表格里边的 最左边那列 名字要背下来 这是第一个层级 名字背下来之后 同学们注意 在每一个原则里边 你要能听懂 要能理解它 好不好 这是第二个层级 学习的要求 所以学习要求 第一个层级 名字背 第二层级 内容要理解 要能够掌握 能够运用它 做一些基本的 简单的判断 这是对大家的要求 也就意思说 这里边的原则 它代表什么意思 什么含义 你要掌握 好吗 OK 那我们先来看看 税法的原则 分为两类 第一类呢 叫做基本原则 第二类叫做 适用原则 那我们先来学习 基本原则 来告诉我 同学们 基本原则一共有几项啊 刚才说了 这个数 四项 所以叫四级 税法的基本原则 是统领 所有税收规范的 一个根本准则 那我们这个整个的税收体系啊 税法体系 在你从立法呀 执法呀 包括什么判案啊 这个叫司法 最后我们纳税人公民 我们要遵纪守法等等 咱们都要遵循这些税法的基本原则 它是核心 它是基本 那我们来看看 基本原则到底有什么 第一个 叫做税收法定原则 给我记下来 现在各位同学 税收法定原则六个字 请你在评论区给我复述一遍 税收法定原则 既然放在基本原则里边 第一项 毫无疑问 它是最最重要的 四级里边 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 到底什么意思 中间有俩字 帮助大家理解 那就是法定 什么东西要法定呢 我们在税收过程当中 主体 征纳双方 我们的所有的权利义务 必须有法律加以规定 这就叫做法定 明白了吗 这就是法定的意思 当然了 我们税法各种征税要素 谁交税 对什么征税 这税怎么算等等 咱们都要有法律 加以明确 这就是我们税收法定原则 必须依照法律来执行 那税收法定原则分为两个层面的理解 第一个层面 看括号一 叫做要件法定 这个要件法定啊 我给它换一个名字 实体法定 实体法定 这个实体法呀 跟后边我们的一项对比 这就是什么 程序法定 那我先来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实体法 什么叫做程序法 好吗 大家先听我简单解释一下 咱们国家目前开征的18个税种 每个税种啊 几乎都有一部税法 那这种情况下 每一个税种 这部税法里规定了 第一个税种 比如说增值税 我们纳税人是谁 对于什么征收 增值税 有什么计算方法 增值税率是多少 怎么算等等 这些东西 都是属于实体法的范畴 所以你就可以说 我们国家目前的18个税种 都是属于实体法的范畴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方面理解 实体法令 那我们说了 你想开征任何一个税种 都必须有法律专门规定 你才能开征 你任何开征一个税种 你的要素就是那些税法要素 到底谁要征税 对什么征税 这个税怎么算 都必须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去进行 同时你的这些要素啊 不仅应当有法律做出规定 还必须要尽量明确 什么意思 要求我们这些税法 你不能写的含糊不清 你必须要明明确确的 明明白白的告诉征税机关 告诉纳税人 这个税怎么算 这个税怎么交 所以这是我们实体法要法定 每个税都要法定 每个税都是属于实体法 所以这所有的税法要素 您都要由法律加以确定 而且还得尽量明确 这是第一层面的含义 实体法定 第二层面的含义叫做程序法定 什么叫做程序法 有没有人知道 我告诉大家 咱们国家呢 程序法有一部大法 那个叫做税收征收管理法 大家听这个名字啊 征收管理 缩减成为俩字 叫做征管法 这个征管法呀 它到底规定了什么 简单说一说 这个征管法呀 它没有说只针对某一个税种 这个征管法呀 实际上税种几乎都适用 都适用于征管法 它讲的是什么呢 好 你的税款 你要怎么征收 你的税款要怎么缴纳 你要不要做税务登记 你呢 纳税申报每个月要怎么做 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 要延期了 你要怎么办 你的这个税款呢 要缴不上来 甭管什么税 税务机关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怎么执行 什么程序来执行 各位同学 这个征管法 它并不是说只针对某一个税种 而是所有税种 几乎啊 都适用 所以各位同学 它就叫做咱们中国的一部税收程序法 这就是征管法 那我们这说的是程序法也要法定 那就是说 税务机关必须要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征税 它能不能随意给你给一些税收优惠啊 不行 不得随意减征 停征 免征等等 没有法律依据 不能征税 对于 各个税种征收的程序 必须明确规定 在法律当中有明确规定 而且啊 税务机关 那些工作人员 你不能仗着你是税务机关的 你都觉得自己多牛 对不对 欺负那水人 对吧 不行 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征税 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也必须按照这些程序法的规定 来行使他的职权 尊重我们那水人的各项权利 所以各位同学看到这了吗 是程序上面一定要法定 这并不是说针对某一个税种 而是整体上我们的程序都要法定 这就是税收法定原则的第二个方面 好了 到这暂停一下 能不能听懂啊 我来问问大家 咱们第一次听课 各位同学能不能听懂 是不是针对所有食种都适用 是的 没错 所以它是泛泛的 它是一个程序上的规定 对吧 所以一方面 实体 你各个税种要不要争 争什么税 这税怎么算 要法定 另外一方面 第二方面 程序咱们也得法定 你税务机关跑去征税了 你不能跟人家拳打脚踢的 对吧 你要出示你的证件 你要出示你的检查证等等 你要有一些法定的程序 必须履行的 所以程序法定 好了 两个层面 理解了就可以了 这两个层面 没有什么 要死记 要背的 这呢 有点需要 各位同学 所以第一个就记住了 税收法定原则 好 过 第二个 公平 税收公平原则 重点在于中间俩字 公平 公平呢 我们也分两个角度来解读它 第一个 横向对比 什么叫横向对比啊 咱俩要是赚的钱啊 比如说收入 咱俩啊 收入一样 那我来问你啊 个人所的税 咱俩交的一样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 那必须得一样 对吧 咱俩只要赚的钱一样 咱俩交的税 也得一样 这叫什么 横向公平 那说咱俩赚的钱不一样 对吧 我赚的比较多 你赚的比较少 那这个时候呢 怎么样 你就少交点税 或者你就不交税 那我呢 我就多交点税 谁让我赚的多呢 所以看 横向公平 总向公平 好了 这是第一层面的意思 听懂就可以 第二层面的意思 我们企业有大有小 我们的纳税人啊 对国家税收的贡献 有高有低 你这个地方的税务机关 能不能因为说 这个企业规模特别大 比如说啊 说这个 我们想给这个 某家大企业 什么阿里巴巴 什么宁德时代 来 我们这投资 好 我们就专门给他 制定了一项 特别优大 税收优惠政策 大家想一想 可不可以 就因为他大 我们专门给他 制定一个特别优惠的 我说增值税率都给你降 能行吗 不能行 我告诉你 甭管企业大小 我们是一视同仁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禁止不平等对待 禁止对于 某些特定的那时人 歧视他 你说这个老陈包子铺 一个月就卖两斤包子 你就歧视我 不行 对吧 你说人家那么大企业 你就给人一个特别优待 也不行 所以禁止不平等对待 这是第二个层面 所以你看举个例子 不论是大企业 还是一个小超市 小包子铺 咱们都是按照同样的税法规定 一视同仁 税法面前 人人平等 所以这就叫税收公平原则 能听懂是不是 这个好好一些 税收公平 再来第三个 效率 这个很简单 我们国家开征了某个税种 我们开征那个税种 能不能说让我们的国家 就经济从此之后一落千丈 行不行 不行 我们开征的税种 必须得有利于国家的财政收入 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 这叫经济效率 第二个情况 我来问问同学们 说 你们现在做一件事 3月1号 应该开始做了 个人所得税的会算清缴 我来问 做完的同学评论区给我扣一个4 看看有没有人做过 会算清缴里面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需要补税的 假如你是需要补税的 你们知不知道 你补税如果不够多少钱 你都不用去做会算清缴 知道吗 这数400块 也就是说 你说你要补税 算下来要补税 然后补的税不到400 你其实都不用做会算清缴的 为什么 税务机关这400块钱税 人家不要了吗 对吧 400块钱白给我挺开心的呀 我告诉你 效率 他觉得这个税呢 不值当 明白了吗 我再举个例子啊 海关 海关呢 也挺大方的 海关人说了 进口货物 这一单上面的货物 你要交的这关税呀 如果不到人民币50块钱 你都别来交 我们不要了 免税 直接给你 直接进去吧 所以各位同学 你看50的税 人家不争了 代表着什么 人家想有效率 人家的税务机关的 人家工作人员也是有限的 每天人家挺忙的 对吧 你不能说这个鸡毛蒜皮的 10块钱 20块钱的税 你还麻烦人家 人家不要 看不上 所以这是什么 行政效率 明白了吧 所以这是税收效率原则 好 最后 实质可税原则 比如说 举个例子 说今儿啊 这个老刘 刘忠老师 说呢 刘忠老师 可多钱了 对吧 800亿 那这个时候 刘忠老师说了 行不行 我这钱呢 我不能让人知道 我不能让人知道 我怎么办呢 我天天穿的特别寒酸 那衣服啊 破衣蓝绿的 然后呢 家住 住一个这个小破盲房里头 我不能漏负 那好了 各位同学 请问 想一想 税务局过来说 征税 说看这个刘忠老师 穿的破衣拉撒的 住个小破房里头 是不是就不征他 看你好可怜的 走吧 不征税了 是不是这样 不是 结果一看你银行账户头上 800亿 赶紧给我征税去 查查你这钱怎么来的 对不对 所以这叫什么 我们能通过一个纳税人的 表面的形式 穿什么衣服 开什么车 住什么房子 去决定他该交多少税吗 不能 我们必须根据他的 叫做真实负担能力 对不对 人家真实负担 人家800亿呢 所以根据他的真实负担能力 决定他该交多少税 不能光考虑咱们的外观和形式 这叫实质客税原则 我告诉大家 跟这个实质客税原则 衍生出来的一个原则 我们叫做很有名啊 但是这个不用记 这个原则叫做实质重于 形式 它体现的就是我们实质客税原则 跟你的形式没关系 看实质 明白了吗 我们在后面要学到我们的企业所的税 国际税收里面有个叫特别纳税调整 纳税人跟你的关联方之间有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 结果你们俩定价特别低 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 这种情况下 你们两个人通过转移利润等等方式 把利润呢 要么转到国外去 要么转到一个税收挖地去等等 这种情况 税务局说了 我有权 核定 有权对你进行调整 为什么 这就体现了实质客税原则 我不能光凭你们两个之间签的这个合同 你们两个签的这个特别低的价格 就去判断你们该或不该交税 而要根据你最终最终这个交易 到底赚了多少钱 根据这个实质来进行调整 所以这条体现了实质客税原则 好了 税法的四项基本原则 现在咱们就讲完了 我现在给大家提一个要求 四项基本原则的名字 各位同学 你可以简写 但是现在请默写在评论区 来 当堂就能够记住 加油啊 默写了 第一个 税收法定原则 第二 税收公平原则 第三个 税收效率原则 前三个呀 都带俩字叫税收什么什么原则 第四个 不带税收了 叫做什么 第四个叫做 实质客税原则 好了 非常棒各位同学 四项基本原则 你们记住了 来 这儿呢 有一个同学们经常问的问题 这个说公平原则 跟我们这个实质客税原则到底有什么区别 公平原则呀 他们强调的是 咱们人人人平等 每个人在税法面前横向一笔 咱们赚的一样多 咱们交的税也一样多 而实质客税 重要的是 捅破你这层窗户纸 我看看你这个户头里到底是有多少钱 我们把形式把外表拨开 看你的实质 所以看你的真实负担能力决定你的税赋 更多的运用在我纳税人自己 自己自身的形式和实质上进行比较 而不是横向的做公平的对比 所以这是公平原则和实质客税原则 它们两个之间的区别 好 来举几个小案例 大家现在知道 我们国家呢 这么多个税种 我来问问大家 看看你们底子如何 是不是每一个税种都有了一部法律 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告诉大家不是 我们国家正在这个过程当中 逐步逐步的把每一个税种 都给它上升到法律层面 那我来斗胆的预测一下 今年两会 大家知道 马上就要召开了 那么今年两会提请审议的 有一部法 应该是什么 有人知道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值税法 之前是草案 现在我觉得 今年两会可能应该提请 咱们两会审议了 如果两会审议之后 马上公布 那你的名啊 明年啊 你要是不过 明年你可能学的 这就是那个新法了 各位同学 不是吓唬你们 所以今年好好学 第一个是体现了什么 税收法定原则 每一步税 每一步税 咱们都要上升为法律 体现了税收法定原则 第二个 咱们国家从过去 很多年前就开始逐步的在清理 规范各个地方啊 我告诉你 咱们国家之前各个地方 那真的是各自为政 就每个地方啊 给这些大企业 为了招商引资 给了一些特别优惠的税收优惠政策 导致我们国家啊 过去产生了特别特别多的 那个叫什么 税收 挖地 税收 挖地 那现在呢 逐步在清理 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说了 反对地方保护 反对那种特别优待 不得当竞争 必须一视同仁 各个地区一律不得自行制定 税收优惠政策 也不能说在魏京中央 魏京国家税务总局 国务院批准的情况下 随意随意的给某个企业 一些特别的优惠啊 优待啊 体现了什么原则 公平原则 对不对 这倒是没问题的 再来第三个 金税三期 金税四期 这现在啊 我告诉你很多 民营企业的老板 财快人员 听到这个金税四期啊 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害怕 怕的是哆嗦 为什么 金税四期啊 之前咱们是金税三期 已经上线了 金税四期 它其实是跨了部门 跨了系统 它用完全数字化 大数据的方式 做了一些非常全面的分析 它的所有信息 基本上都是同步的 互通的 而且是数字 数字化的分析 那各位同学 那相当于是有一张 灰灰天网 看着你们 有没有什么税收违法行为 咱们国家 为什么要建立 金税四期系统 为什么要各个部门 连网 打击偷税漏税 打击税收犯罪 为什么 为什么 要有税收效率 我们要这种现代化的手段 电子化 数字化的手段 提升我们的行政效率 对不对 金税四期 好 最后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行政啊 程序的根本大法 程序大法 这个征管法里规定了 说寄税依据明显偏低 又无正当理由的 税务机关有权 对你进行核定 当然 在我们的各个税的 单班的这个税法里面 也都有类似 更加详细的规定 你这个纳税人 报了一张报表 给税务机关 结果这张报表呢 全都是假账 那请问各位同学 最终最终 税务机关实际 应该按照什么样的 规定去征税呢 必须过去给你查个底调 对不对 对你进行税收税查 税务税查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就要挖掘 你这个纳税人 真实负担能力是多少 你报上了一个报表 都是粉饰过的 都是操纵过的 都是假账 我不信 所以我要看看 你到底几个子 对吧 真实负担能力是多少 所以这要体现了什么 实质可税原则 所以讲到这儿 我希望帮助大家 对我们四项基本原则 有了一个更好的理解 OK吗 各位同学 没问题的话 我们这块就过了 四项基本原则 咱们搞定了 来 接下来到了 说法的适用原则 适用原则这儿啊 就更加细节一点了 你说那四项基本原则 是高大上 提纲窃领 对吧 有点天马行空的 但是我们现在呢 就跟你说 我们具体 如果说想判断某一个行为 咱们那个到底适用哪一个税法呀 到底适用哪个规定啊 咱们就用这六项适用原则来判断 来 第一项先画名字 名字要不要背 名字也要背 来 接下来 法律优位原则 这个法律呀 是一个泛指的 我告诉你啊 它这个什么意思 上级的法律法规 优于下级的法律法规 所以我们再引申一下 看看法律的效率 高于行政法规的效率 行政法规的效率 高于税收行政规章的效率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下面我在底下这个提示当中 给你把这个哪个最高 哪个最低 给你写下来了 哪个最高 看看 法律最高 然后行政法规 其次 税收的部门规章 是最低的 所以我们是有这么一个层级的 上位法 优于下位法 这个就叫做 法律优位原则 这里面呢 有一句话 这句话呢 曾经在考试当中 出现过一个选项 所以这句话呢 帮助大家画下来 来 效率低的税法 跟效率高的那些 比较高等级的法律呀 等等 如果发生冲突 同学们想一想 结论是什么 注意 效率低的税法是 把这个词画下来 无效的 那是不是说 那个之前呢 有个选项啊 说 我说 如果效率低的税法 跟效率高的税法 发生了冲突 效率低的税法 即被废止 请问各位同学 这种说法 对不对 不对 没有废止它 只说它 在这件事上 不发生效率 叫做 无效 明白 不是一码事 所以这是 法律优位原则 简单理解 就是 上面的 优于 下面的 就行了 很好理解 第二件事 叫做 法律 不肃及既往 一部新法 实施了之后 旧法呢 就不再生效了 所以是新法迭代 取代旧法的 这个过程当中 那人们的行为啊 在这个前前后后的行为 到底适用于哪部法律 法律 不肃及既往 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先把名字给我画下来 举个例子啊 咱们国家的新的 修订的 个人所得税法 是2019年 1月1号 正式生效 正式实施的 好 举手 我呢 我在2018年 12月30号 我赚了一笔收入 这笔收入10万块 请问各位同学 我2018年12月30号 赚了这笔所得 我到底适用于旧的 个人所得税法 还是适用于新的 个人所得税法 回答我 因为新法是在2019年 1月1号生效实施的 所以 我在2018年过去赚的那笔收入 用旧法 新法实施之前 那我们的行为都要沿用旧法 不得适用新法 这个就叫做法律不肃及既往原则 这个不往前翻你的旧账 好 下面一个叫新法 优于旧法 注意这儿啊 这样子要做一个简单的区分 刚才我们说的这是新法取代了旧法 对不对 旧的个人所得税法 在2019年1月1号就开始 不管不用了 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个人所得税法 但是有一些情况啊 咱们国家的税收法规 真的是如天上的星星一样 特别多 各个层级一大堆 每年要出好几百个税收法规 那这种时候免不了 他有两个撞车了 如果有两个 这俩都同时有效 而且撞车了 怎么办 看下面条原则 我们用新法 优于旧法原则来判断 名字画下来 名字要求背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说了 新法旧法同时都是有效的 没有说谁被谁取代的 这么一说 都有效都有效对于同一个事项 有不同规定撞车了 用哪个 新法效率优于旧法 当然要用新的了 所以这个就叫新法优于旧法原则 好了 我们已经讲了三个原则了 对不对 再往下 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那么这儿啊 讲的是什么 如满天繁星般的 这么多的税法的规定 好 有两部法 对于同一个事项 都有规定 但是啊 有一部法是 泛指的 就是一般性的规定 它没有特别的说 我做的这件事 但是呢 有另外一部法 它是有了一个 特别规定 那这种情况下 各位同学 用什么 当然用特别法了 我来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各位同学 我呢 去保险公司买了个保险 我买保险 跟保险公司签订的 那叫什么合同 保险合同 对不对 好了 请问各位同学 我签订的这个保险合同 算不算是合同 算合同 那 合同法 当然就是一般规定 但是各位同学 我告诉你 针对咱们国家这个保险行业 我们国家有一个法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险法 里边专门有一段规定了这个保险合同怎么签 那请问各位同学 这个时候 如果说合同法里有一段 跟保险法里 对保险合同有一段冲突了 请问 咱们到底应该用哪个呀 那当然是用那个特别规定 专门对我这件事 保险合同做了规定的 用那个保险法 这就是特别法 优于普通法的规定 那你说 如果说这个特别法 处于底下的一个比较低的层级 那个一般法 它的层级比较高 我们能不能打破这种效率的等级呢 是可以的 所以这句话 请同学们留意一下 特别法 优于普通法 可以打破税法效率的等级的限制 比如说 上边有一个高级的一般法 或者叫普通法 这是一个高级别的 底下有一个低级别的 这个低级别的是一个特别法 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适用低级别的普通法 所以说它打破了效率等级 我们不再看高级低级了 我们就要用特别法 所以这儿我们简单了解即可 我看到有同学说了 说这个肯定是学法律的 肯定是学法考的 说这儿不符合这个法律的常理 好 不要纠结各位同学 咱们学知识 这是个税法书 等你学到法考的时候 咱们再去纠结这个法理 好了 记下来就行了 来 特别法 优于普通法 名字必须被画下来 好了 下面我们再来 实体从就 程序从心 这块呢 实体法不具备速集力 跟我们前面说的一个原则 基本上说的是一回事 大家想一想 实体法不具备往前速集的速集力 前面哪个原则说的就是这件事 法律不速集既往原则 说的就是它 所以呢 前半句话讲的其实就是 法律不速集既往原则 一个意思 所以实体从就 咱们不再解释了 但是咱们要解释后半句 什么叫做程序从心原则 程序从心原则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大家知道不知道 我们国家在2021年 有做过一件事 我们国家到2021年 把我们国家的小税种的 纳税申报表合成了一个表 这个表呢 叫做财产与行为税的 纳税申报表 我们就简写了 财产与行为税申报表 啥意思呢 你呀 如果发生了那些小税种 要交那些小税种 你跑到税务局 去做纳税申报 您得填这张表 好了 这是一张表 合一块 把所有的小税种的申报 都合到一张表里边了 这张表什么时候开始 实行的呢 好 2021年的6月1号 来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这个单位啊 我在2021年的7月份 我发现呢 我有一笔2021年5月份的 比如说印花税 没交 印花税 各位同学 当然按照我们的印花税的法规 该怎么算怎么算 然后请问各位同学 这个时候 我们2021年7月份才发现的 你去市务局得补交这笔税 对不对 补交税的时候 我来问问你 填什么样的申报表 想想 填什么申报表 填最新的申报表 对不对 财产与行为税的那个最新的申报表 填表这个事 做纳税申报这个事 其实就是程序的规定 所以呢 你看啊 这个法 2021年6月1号 才实施这个申报表 那我们说印花税 是5月份的 诶 没问题 5月份的印花税呢 你到了6月1号之后 进入到了纳税申报的程序过程当中 你就必须得按照新的程序来了 所以我们说了 程序重新的意思 实际上就是说 程序在某些情况下 具有一定的速级力 讲的就是这件事 所以 这个能听懂吗 各位同学 如果能听懂的话 给我评论区打一个6 好不好 好了哈 这就是实体重就 程序重新原则 再往下 程序优于实体 这个程序优于实体啊 我跟大家说 特定情况下才会用到 什么情况下呢 争送的情况下 争议 诉讼的情况下 才会用到这条原则 程序法 就是说 你该交多少税 必须按照我规定的期限 按照我规定的金额 按照我给你规定的方式 把这个税交上来 好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 税务局要征我100万的税 这100万的税呢 我不服 我觉得他应该征我50万的税 这个时候 好了 我要去告状 怎么告状呢 叫做提起税务行政复义 对不对 提起税务行政复义的时候 注意了 你对这个税到底是100万还是50万 你有争议 请问同学们 你的这个争议点到底是实体还是程序 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说这个税啊 不应该收我100万 你来看看 我给你算一下 只能算出50万 你只需要收我50万的税 这叫什么 有争议 您是对实体有争议 但是按照我们的程序法的规定 您必须得在税务机关规定的时间 日期 按照税务机关规定的方式 你先把税务机关给你 要你交的税 那100万给我足额入库 你先把程序给我走完 您再对您的这个实体的争议 提起税务行政负益或者诉讼 所以这叫做程序优于实体 它只可能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呀 只可能发生在我们发生的一些争议 发生一些诉讼 打官司的情况下 或者提起税务行政负益的情况下 发生适用这个原则 所以这就是程序优于实体原则 当然这个原则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保证确保咱们国家的税款 能够按时足额的入库 要求你必须先把税缴清了 质纳金也得先缴清了 程序履行完了之后 咱们再去提起税务行政负益 所以这是最后一条 程序优于实体 先把程序该履行的必须履行完 再去针对这个实体争议 提起负益 好了 这就是程序优于实体原则 那么在后面有一个精准答疑 如何辨析新法优于旧法和法律不肃及既往 这两个原则呢 法律不肃及既往 咱们刚才说了 是新法和旧法相迭代的时候 也就是说旧法被废止了 新法正好开始实行 这种情况下 适用法律不肃及既往的原则 那么什么时候适用于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呢 注意了 新法和旧法呀 没有说其中一个被废止了 他们两个都同时有效 同时生效 打架了 所以这个时候 注意新法的效力优于旧法 所以这两个的区别在这 能听懂吗 各位同学 好了啊 这个精准答疑 我们就讲完了 其实我们刚才在讲 适用原则的时候 已经给他讲过了 后面解题高手 帮助大家写了一下 说这里边的法律的原则 基本原则 适用原则 四G六事 咱们到底会怎么考 第一种情况 直接了当的考 下列属于税法原则 下列属于税法基本原则的事 下列属于税法适用原则的事 各位同学 这种题难吗 很简单 只要你把四G六事 知道哪四个是G 哪六个是事 你这种题就能答对 就超简单 对吧 所以不要记串啊 不能记串 这是第一个层面的考题 第二个层面的考题 看看这个题面怎么说 来我来考考大家 看看能不能做对 来 听我说 禁止对特定的纳税人 给予一个歧视性的对待 这体现了税法原则当中的什么 请你ABCD做选择 来 各位同学评论区 强答 这个时候你要知道 好 他体现的一定是税收公平原则 是我们那个四项基本原则当中的其中一个 所以他呀 这种题目 他把这个原则 他的一个小含义 或者一个小角度 作为题面 让你辨析 这是哪一项原则 说的是哪一项原则 所以要求大家呀 对于我们前面那个四G六事的含义 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好 再来一种情况 逐项给出四个说法 那么这四个说法就不一定是什么了 比如说 我说这个法律优位原则属于税法基本原则 这是对吗 明显是错的 因为它属于适用原则 我还有可能说 比如说 税收效率原则 不仅要求有行政效率 还要方便我们的经济 要有经济效率 这个说法正确吗 正确的 所以他这四个选项 有可能正着说 也有可能反着说 任何说法都有 所以一道题给你罗列四个选项 让你选出哪个是正确的 这种情况对同学们的要求 拔高了一点 需要你们能够掌握熟练的运用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考察方式 好了 各位同学 那我们这块内容 考的方式 还有要背的东西 咱们就都已经掌握完了 来做一道题 看看 这道题考察的方式 就是那个比较难的方式 下列关于税法原则的表述中 正确的 有 还是一道多选题 A 税收法定原则 是税法基本原则当中的核心 对吗 正确 B 税收效率原则的原则 要求税法的制定要有利于节约税收征管成本 对不对 对 说的就是那个行政效率 没问题 这是原划 C 禁止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给予特定纳税人特别优惠 体现了税收法定原则 对不对 它体现的是税收公平原则 错 D 税收行政法规的效力 优于行政规章的效力 体现了法律优位原则 对不对 对 诶 有团说了 说这个法律优位 你这怎么没有说什么什么法律呢 这个时候法律优位原则里边 法律这个词啊 你要做一个广义的理解 它指的不光是法律 它还指的包括了行政法规 规章等等 反正就是上级的高与下级的 指的就是这么一个原则 好吗 所以这道题答案是ABD 没问题对吧 好 感觉同学们都能听懂 那就好了 听懂之后呢 咱们这个四级六式的内容 回去还得复盘一下 稍稍的记一记 好了 下面进入到第三节 税法要素 来 税法要素 一颗星啊 各位同学 是今天第一章次重点内容 次重点也是属于重点 所以我们要好好学 税法要素 我们说了啊 什么叫做要素 要素就是必须有的东西 我写一部税法 我必须有哪些东西 想想 对谁征税 谁要交税 对什么征税 对哪些东西征税 然后这个税怎么算 税率是多少 怎么交 在哪交 什么时候交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税法要素 对不对 好 先看第一个要素 纳税义务人 名字 咱得说清楚 对吧 咱得记清楚 纳税义务人 纳税义务人的定义是什么 又称为纳税主体 是税法规定的 注意 后边记住 四个字 直接附有 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那我来问问大家 比如说 你们每个月都拿工资 对不对 从单位拿工资 单位啊 给你们这个工资里边 扣了一些东西 先扣社保 然后再扣一个叫个人所得税 单位扣这个个人所得税之后 大家知道这个扣下来的税 跑哪去了吗 他给你们交到税务局去了 诶 我来问问各位同学 在这个过程当中 请问单位是纳税人吗 大家想想这个问题 你的单位是不是纳税人 注意了啊 不是 你的单位是直接附有纳税义务的人吗 不是 他只不过是 这个钱原本是属于 你们的 对吧 原本应该是在你那个税前工资里 要发给你的 但是呢 单位只不过代表税务局 帮税务局 把这个钱扣下来 再缴给税务局 所以这种情况下 各位同学 你们取得工资收入的 你们才是纳税义务人 那单位在这个过程当中 叫做什么 四个字 叫做带扣带缴 义务人 所以这种情况 大家一定要跟纳税义务人做区分 除了带扣带缴义务人之外啊 我再跟大家说 还有一种情况 那叫做带收带缴义务人 带收带缴义务人 刚才这已经讲过了 带扣带缴义务人 带收带缴义务人 什么叫带收带缴 各位同学啊 请问一个问题 有没有人在 什么京东国际 什么天猫国际上买过东西 回答我 你买那个东西的时候啊 你看这个工资是国外进来的 对吧 是个进口货 那这个时候啊 你会发现 这个价格是一个价格 然后他还说啊 你买这个东西啊 你得额外再去交 多少多少钱的税 这个税可能有关税 可能有进口增值税等等 反正你让人给你写清楚了 可能要交多少钱的税 这个时候 你付款 你付多少钱 比如人家说了 我说买100块钱东西 你给我写一个有11块6的 这是税 进口税 你一共要付多少钱 一共要付111块6保钱 这11块6 人家那个平台帮你代收了 他是自己落下吗 他没有 他帮你交给谁了 帮你交给海关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啊 他的角色是什么 帮着海关 把这个税收上来 又交给海关去了 所以他们的这个时候的角色 就叫做 代收代缴 义务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 代扣代缴义务人 和代收代缴义务人 电商平台 他在帮你收这个货款的时候 他是在收取 这笔款项的时候 帮把税也给一块收了 交给海关去 所以各位同学 这两个概念 其他的都不重要 咱也不用读了 最重要的是 代扣代缴义务人 是在向你付工资的时候 支付 把税扣下来 而这个电子商务平台 他是在向你收取商品的货款的时候 帮你把这个税扣下来 再交给海关去 所以关键的差别 其实就在这么两个字 两个词 一个是支付 一个是收取 一个叫代扣代缴义务人 一个叫代收代缴义务人 所以讲到这 各位同学 听懂了没 有没有问题 来评论区告诉我 暂停一下 有没有问题 这个稍稍有点难懂 但是相信跟大家生活 稍稍一结合 你们就好懂是吧 OK 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过了 好 但是注意 这两个甭管是谁 那都不是纳税义务人 明白 当然我们现在 根据我们最新的民法典 我国的这个法人什么的 这个了解即可 咱这学的也不是经济法 所以这玩意儿不讲了 好了 过了 后面 人说完了 第二件事 对什么征税 这个东西叫做征税对象 刚才出现过 大家还记得在哪出现过吗 税收法律关系里边那个 课题 就是征税对象 征税对象啊 说白了就是 对什么东西 征税 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它的别名叫什么 叫做课税对象 征税课题 也可以 那么有一句话 大家给我画下来 来 这句话 有可能出现在选项当中 来 它是区别一种税跟另外一种税的重要标志 征税对象不同 就直接导致了从根上导致了我们这个税是不同的税种 所以这是征税对象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 它直接区别一种税跟另外一种税它是个重要标志 它是一个最基本的要素 因为它体现着征税的最基本的界限 决定的某一个税种的基本征税范围等等 这里面呢我给你换俩字啊 这两字重复了好几遍 基本要素 基本界限 基本征税范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 征税对象它是一个跟基本俩字是脱不开关系的 征税对象它决定的都是基本的 基本的要素 基本的界限 基本的范围等等等等 所以记俩字基本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一个挺有趣的 说这个征税对象啊 决定了各个不同税种的名字 大家想一想 我们前面是不是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是企业所得税 一个是个人所得税 来告诉我 这俩为什么叫不同的名字呀 各位同学 因为从根上来说 他们的征税对象不同 一个是对于企业的所得征税 一个是对于个人的所得征税 所以你看 征税对象决定了税种 它拥有不同的名字 那我们再扩展一下啊 增值税 增值俩字 什么意思 代表着我们这个商品啊 货物啊 服务啊等等 在流通过程当中产生的叫做增值额 那么增值税 就是这个增值额 消费税呢 消费俩字 什么意思 消费品 它必须是我们规定的 这几种消费品当中的 我们对它征收消费税 那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我们也都说过了 不再重复了 所以这是征税对象 名字啊 其实就是从征税对象来的 好 跟征税对象有关的一个概念 这个东西叫做税基 也叫做 计税依据 大家把计税依据 这四个字给我画下来 计税依据呢 我们在未来 每个税中讲的时候 咱们都会说到说到它 所以计税依据 这四个字啊 咱们是更加常用 税基这俩字呢 虽然跟计税依据 是同一个意思 但是用的少 比较常用的呀 是计税依据 它是什么东西啊 好 咱们刚才既然说了啊 我知道了 对什么东西征税 征税对象很清楚了 那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我这个征税对象有了 但是这税怎么算 所以它是对于征税对象 到底怎么征税 它解决的是一个计算问题 说白了 它就是征税对象 在量上面的体现 画下来 它是一个数量依据 对吧 解决的是量和数量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计税依据啊 我告诉大家 有两种形式 这两种形式呢 我们日后在好多个税里面 都会学到 现在要先学习它 先了解它 来 最常见的哈 比如说 我说我这个东西 计算器卖100块钱 100钱 块钱人民币 我增值税 就针对这100元钱 征收的增值税 那比如说啊 我说消费税 我买了一瓶葡萄酒 这瓶葡萄酒呢 我进口过来的 进口的 我们说了 这个关税的完税价格 加上关税等于组成就啥 这些东西呢 你现在可能听不懂啊 反正就是消费税的 计税依据是100元 葡萄酒一瓶100元 所以我们消费税 就要在这100元的基础之上 按照这100元 乘一个比例去算 所以这种时候 按照一定的金额 来算的 这种东西 我们管它叫做 从价计征画下来 它是按照个价值形态 这个价值形态包括了什么 所得是多少钱 赚了多少钱 收入是多少等等 总之体现的是 多少元 人民币 价值形态 还有这种情况不是价值形态 叫什么 数量 那比如说 小汽车 一辆两辆三辆 我们按照量去征 这是数量 比如说 土地 地皮 大家想想 地皮 土地水用权 我们到底用什么数量去衡量它呀 平方米 对不对 所以平方米 什么 小汽车的量等等 这都叫数量 如果我们的税 寄税依据是以数量为单位的 那就叫做 从量 击征 所以一个是价 一个是量 两种不同的击征方式 那么当然了 对应着这两种不同的击征方式 我们的税率形式也会不一样 咱们待会会讲到税率形式 到底有哪些 好了 这就是我们寄税依据的一个基本规定 两种方法 一个是价值 一个是数量 当然大家要注意了 这个数量 它可能拥有不同的单位 比如说 我问大家 重量的单位是什么 吨 对吧 数量的单位 有可能是个 然后如果有车的话 咱们叫量 有可能叫做 这个占地面积 有可能是平方米 然后有可能 比如说体积 升等等 都有可能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数量的单位 好了 过了 下面第三个 税目 好了 我们时间也到了 讲税目之前 我们课间休息十分钟 回来咱们继续 це 不可能是真司機 是真司機 是真司機 我不是��은很想要 不闹事了就这样 看到你有没有 我们去找一个